秋天的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凉了 这个时候非常的适合吃白菜豆腐炖粉条 吃起来真的是暖心又暖胃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镜头 咱们这就开始制作 先给白菜上手撕成块 白菜棒放入一个盆中 白菜叶放入另一个盆中 准备少许猪肉 将它切成均匀的片 喜欢吃肥些的可以把它换成五花肉 那样吃起来会更香 接着再准备一把泡好的粉条 豆腐一小块 先将它一分为二 然后切成宽条 再将它切成均匀的小块 装入盆中待用 葱少许 切成葱花 少许生姜 切成末儿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少许食用油 下入肉片 先将肉片炒散 再炒至发白 下入葱姜 给葱姜 给葱姜炒香 然后顺着锅边 烹入料酒 再来一点点酱油 下入白菜棒 给白菜棒 翻炒至发腻儿 炒好后 再下入白菜叶 同样给白菜叶炒腻儿 然后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不要过多 将要没过白菜就行了 把豆腐下入里面 调味儿 加盐 少许的味精 再把粉条倒进来 盖上盖子 炖五分钟 五分钟后 把盖子打开 我们尝一下 这个汤汁的味道 这个咸袋呢 刚刚好 把炖好的菜 装入碗中 这样一个暖心 又暖胃的 就做好了 这道菜 配上米饭和馒头 吃起来 真的是太美味了 天气慢慢地转凉了 有时间的话 不妨给家人试着做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整个订阅 它 因为 我们